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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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讲开段故,我是Michelle 今天我比较特别一点,要拿着 有点新意 今天讲开段故,先讲废话 飞马,大家听到这两个字 相信大家就联想到 天水围的飞马这一对波 或者是飞马的排障棋 但是其实 香港淡水鱼业界 和飞马在战后 有一段十多年的关系 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猴 进修鱼盐之利 但是香港人比起内陆人 吃咸水鱼 就容易过借火 但是香港想吃一条 淡水鱼 反而比咸水鱼更贵 加因在战后 香港的浅水鱼行 都未算很多 所以淡水鱼 往往是由大陆用船 运到香港的批发市场 做销售 而且数量有限 一天只得两船员到香港 所以一条淡水鱼 是非常非常地学习的 分分钟比吃海鱼更贵 真是鼓励不了 而且很多时候淡水鱼 运到上岸之后 又脱了轮 又反腹 而且很多买手 都是抢到鱼之后 都要蝕很多死鱼 为免每次等淡水鱼上岸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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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选择 有一个淡水鱼批发商老板 叮零的一触 叫一个游水游得很快的买手 趁船埋到岸 游出海中心 再爬上淡水鱼上 去鲍鱼捞鱼 选择鱼 选择好之后 就将一个有它公司名的木牌 丢到鱼桶上 表示它已经买了鱼 一上岸就运走 鱼就没那么容易死 而且还可以有什么好鱼 都让它选择 吃一口头一口汤才行 其实这一招叫做游出海上船 去抢鱼 买厅好像很有型 好像很醒目 实际就是搞坏了行轨 之后很多淡水鱼商 都跟风一起跟它这样做 只要一见到两只船埋岸 就要一起逗快地游过去 再爬上船去抢鱼 这班有速度 又游得够快地买手 俗称为飞马 在50年代 他们每个月都找到 150到200元左右 一个打工者平均 人工的一倍有多 因此有百多二百人入行间 除了在一年四季 包括冬天都要下水游出海 去抢鱼之外 而且在恶性竞争之下 中医就成事了 在5、6年 因为有百多位飞马 买手 游出海中心 折停船的时候 就误入了网船洲海面禁区 被英军一网打仗了 更加麻烦的是 试过几次飞马 游出了方向 然后被螺旋章捲入车业 躺开 伸手二传 买鱼 买到一只命制都没了 真的很惨 有见及此 英军在50年代末期 就受不了了 立法禁止飞马 再游出海去买鱼的行为 同时也是新界开拓 更多的淡水游行 增加供应 飞马这个不人道的公众 就好像痰花一现 从此消失得无影无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